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阅读圣经 我们来到生命纪的第十九章 生命纪十九章当中 有记载了这个逃城的事例 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想要知道更详细一点 关于逃城的这个观念 或者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同读民俗纪的第35章 那逃城我觉得是在圣经当中 或者在墨西律法里面 其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的概念 设立这一个的城市 为了要帮助那一些误杀另外一个人的 他们能够逃避他们的仇家 他们能够进入逃城 而逃城 进入到逃城当中 就会得到保护 仇家完全没有办法来去伤害他们 所以这是一个上帝保护他子民的一种的做法 那按照圣经 这个逃城总共有六座 如果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的经文 那边讲到三座 然后在后边第九节那边 有提到说要再添三座 那这六座的逃城是怎样分配呢? 是在越旦河、越旦河东和越旦河西 那两边各三座 所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当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如果这一个误杀了别人 被仇家追杀 他们都能够有一座的逃城是靠近他们 他们可以在当中来去寻求庇护 对今天的讲法来讲有一点像是烂民的庇护国 一些的人士向联合国申请烂民的身份 一些的国家可以收留他们 可能是政治烂民还是其他的原因 那当时主要是要避免在个人纠纷当中 误杀另外一个人的这一个的人可以得到保护 好 那这个逃城是给谁的? 我们今天能够从这个角度来做一点点的思考 然后我们来做一点的反思 看看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那第一个我们要先弄清楚的 这个逃城是给谁的呢? 那如果我们读圣经 特别是在民俗记忆第35章那边 就讲到很清楚 这座逃城是给所有的人的 不单单是以色列人 不单单是那十二个支派上帝的子女 包括在他们当中寄居的 包括这一些外来的人士 那他们只要在以色列的境内 他们犯了误杀别人的罪 他们都能够到逃城那边寻求庇护 那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公平 非常inclusive 这个包容的一种的做法 任何人不管那一个受害者是谁 他们在看的是这一个杀害人的 不管杀害的人是谁 如果是寄居的杀害了一个以色列人 他们误杀了一个以色列人 他们仍然要受到逃城的保护 所以逃城基本上是不看肤色的任何人 只要他们是误杀的 他们都能够在当中寻求帮助 我们看到这是一种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敞开的 神的心意是胸怀万国万民的 第二 难道谁都可以进入逃城吗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看经文 他说到我们会有审判官 但是人可以先往逃城里去 人进到逃城当中就要被保护 但是当审判官在过后 弄清楚整个事件 发现到原来有证人有各方面 这个人其实不是误杀别人的 而是有意要去设陷阱 要去谋杀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人将要在逃城当中被送出去 逃城不会为他来做这个的保护 那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那为什么需要逃城呢 我想最关键的是要避免为神先杀 还没有审问之前 因为在这个的情绪当中 这个的人误杀了另外一个的人 还没有把事情弄清楚 他就在情绪里面 在别人的情绪当中 在受害者的情绪当中 他就会牺牲他的生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两个生命都牺牲掉 也不能够讨回公道 所以逃城的势力 主要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误杀了另外一个人 他要赶紧的逃命 逃进逃城 逃城将会保护他 等待审判官的审问过后 如果他有罪将会送出去 接受这个惩罚 但是如果他是没有罪的话 他可以在逃城当中 所谓的没有罪就是 他不是故意去杀人的 他要在逃城当中 就受到保护 受到多久呢 多久的保护呢 生命记这一段经文就没有提到 但是我们读民属记那段经文 就提到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那个时间限制就是在当时候的大祭司去世过后 大祭司多久换一次 圣经好像没有特别的说得很清楚 但是如果说是那个祭司是终身制的 那就是如果那个祭司二十年三十年 那那个人也要在当中得到保护 等到当时候的大祭司去世过后 那如果你说大祭司下个月就去世 那就是一个月了 但是如果那个祭司健康 但是那个时间可能是更长 不一定是更短 对吗 所以是到大祭司去世过后 那这一种的时间的限制呢 就我想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不是你就留在那一个逃城里面 就是苟且投身 这个人的朋友 这个人的家人 就要为他去寻找证据 为他洗脱罪名 为他争取更多的时间 在这些的时间当中 要去找到证据来帮助 这一个误杀别人的人 当然最后这段经文讲到说 这个人要自己负责任 逃城是保护他的 但是如果他从逃城走出去 遇见他的仇家 然后在外面被仇家 这一个杀害或者这一个的报复 那么那个责任要归在他自己的身上 有一些人用逃城来形容耶稣基督 我知道一些的圣经学者 或者一些的牧者 用逃城来认为逃城是在比喻耶稣基督 我个人不觉得他是一个直接 对比耶稣基督的 因为逃城没有赦免那个人的罪 他只是暂时保护他 免受别人的攻击 但是我想逃城的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表达了神的心意 他要保护这些 特别是那些 不是故意伤害别人的 他要保护这些的子民 不单单他的子民 包括当中寄居的 这是神的公义跟他的慈爱 彰显平衡的彰显的一种的做法 他的公义要求他必须受审问 如果他真的有做错事情 他需要送出去接受审判 但是他的慈爱 也要保护他们这些的人 免得他们在 这一个 如果事情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 就白白的赔上自己的生命 因为摩西德律法 谈到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对吗 所以 有这些的惩罚的后果 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如果一个人的手被砍掉 过后才发现到 那是一个错误的审判 那个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所以在逃城里头 就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来去做这些的搜查证据 做这个的审讯等等 所以我想 这是一个特别美丽的一幅图画 逃城本身的设立就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图画 它彰显神在公义跟慈爱 平衡的这一刻的彰显 神赐福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提供上帝我们看到你在祢吩咐以色列的人 是祢逃城 为了要保护那一些误杀或者伤害别人的人 免得他们在人的情绪当中被报复 神啊 我们看到祢是何等的爱我们 主啊 提醒我们 主我们要把事情给弄清楚 免得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行动 我们会伤害另外一个的人 主啊 让这个逃城的这一种的制度 或者是这种的观念 也放在我们的心中 虽然今天我们没有所谓的逃城 但神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给别人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时间 主啊 免得一些的伤害发生过后 就无法彻补 你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